新北市新版一郎举办系列特展 除了展出各种摄影文物 更在展场打造了实体黑白冲片暗房 以及难得一见的摄影文物修护士 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来修光补影 动手体验传统摄影的魅力 啪哒啪哒声 一张张老照片放映在布幕上 摄影技术捉住美好的刹那 那记忆的寿命能被延长多久呢 从摄影历史美财到暗房操作 全部一起完整呈现 新版一郎系列特展 以摄影文物修护为主题 不只传递摄影概念 还让民众知道如何修复照片 在展间规矿上 第一间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 老的空圈老的时空这样子 那第二个展间谈的就是我们摄影 这个文物修复的这个主舟 那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特别就是我们盖了一间暗房在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光影修复室 也就是摄影文物的修复室 那最后一间我们就好像回到了一个美术馆的一个修复室 对 也就是从一个日常走向一个美术馆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展间中你可以感受到三种不同的氛围 放大看照片 亲自检视纸张素质 就像是在帮照片做健康检查 先检视再上工才能带给照片最精准的治疗 其实从去年七月开始就是由新北市文化局跟北市美术馆双方一起合作 那是为了推广文物修复跟保存这样的观念 所以做了一个系列性的展览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老的一个居家环境的样子 那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修复它其实不光是发生在美术馆里面 不是在博物馆里面 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你听过的老唱片啊 老唱盘或是老照片 其实都可以被修复的 在台湾 许多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照片都正在老化凋零中 这场特展不只要告诉民众 无论是老照片还是实体媒材的留存都非常珍贵 还要唤起民众对于文物修复的保存意识 记者沈舟宁去新北市采访报道